非常感谢今天能参加CCTV《我爱你中华》的节目组的录制 关于国安法的一个颁布呢 作为留学生其实非常的有一个体会 同时我们也非常的支持 因为近期我们经历了国外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段 我们也知道目前美国正在进行游行示威和暴乱 当然这是因为他们常年已久的一个种族歧视的一个问题 引发了一个案件 但是呢由此也能看来就是 也能看出来就是过度的自由以及民主 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就是民主和自由都是相对的 包括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 在过去那个香港那些少年青年去游行 青少年包括青年去游行示威的时候 其实我们国外的留学生作为青年群体 那我们也是非常关注这个情况的 那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 它其实就是美国现在动漫的一个所以 所以说相对的 所以说民主和自由 它是建立在社会的稳定 以及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的一个情况下 它才是民主和自由 那我觉得国安法的一个颁布呢 是最大程度的保障了香港人民的一个人身自由 安全以及社会的稳定 所以我们作为留学生也非常 我们作为留学生也非常开心能看到 我们国家能为香港颁布这一个法令 我们来说破逐游行 是很开心能的 不能进行 对